美女 從2014年開始 由台北市武畫局 以及財寬法跟中華民國畫廊協會合作 連結了大直跟內服的畫廊以及藝術機構 共同打造了大直內服的創意街區的一部計畫 今年的主題呢 日出的激動 那為什麼會提到 為什麼會取代日出的機動 其實就是我反映了一個 就是當下人們跟藝術之間的一個關係跟距離 我想要再次定義藝術的一個角度 所以我用日出來比喻說 一個不是藝術背景的大眾 他第一次體驗到藝術的時候 他是怎麼去關注藝術 但日出的時候我是用五個感知來定義 觸覺、有視覺、有聽覺、有味覺、有嗅覺 他其實是在想要推動 因為這裡真的這幾年來競座非常大的畫廊 那這些畫廊其實都已經變成一個聚落 那我們如何讓這些聚落 都更加的去形成說 一個截取的法 而不是各自開一家 各自的一個畫廊 所以他第一屆開啞 第二屆我們去年是做一個不眠的居住 其實就是在 又把出家去死 靠到說整個大城內戶 因為大部分都是上班族 他們其實晚上之後大家就會回家 然後回家之後 其實這裡是晚上 但是沒有人潮並不多 像餐廳也是開啞的 很早就沒結束 所以我們希望說 晚上讓大家也能夠 直接有在回家的樓上 也能看到一些藝術的驚喜 就像門口有一些裝置藝術 或是鐵門拉下來有那個圖亮 那這是第二屆 那是二屆 那這一屆 我們就把它 放為合作關係 大家就更大 然後就是去 把餐廳 還有一些像 努力寬 我們已經進入到商場裡面 做一些合計的辦 他其實目的就是說 你要形成一種 叫做畫地圖的改革 藝術地圖的改革 就是說 這個鋪層開來的一些點 如何會變成一方面 那這個就是 現在正在思考